感谢夏曼蓝博安老师的分享 身为台湾或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 老师从他的观点 带我们以独特又诗意的文字 去了解达物族人在海洋文明之中 所扮演的角色 而所有的渔猎知识 放到当下的民族场域之后 到底要如何实践 而身为外人要如何来理解 这个完全不同于西方征服或巡化的观点 人是被自然所巡化 那么在这一点就隐隐的 就跟印度文明里面的和与天地和 与参同和与万法和 有这种息息相关的神秘关联 而接下来为我们分享的是来自于国立 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的副教授 汪明辉老师 汪明辉老师是周族人 长期研究并致力于原住民族的人权议题 那么在许许多多包括了原住民族电视台 担任过咨询委员 那在这过程之中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老师所投注的是社会地理 那包括了台湾原住民族的社会地理 那包括了社区的这个营造规划 以及世界地理跟台湾之间互动的关联 而老师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是真正的周 宇宙世界中的全人教育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了解周族人的世界观 还有跟我们的这个不同的生活形态里面 有什么样的关联 让我们先来欢迎汪明辉老师 宇宙世界中的世界 还有我们今天的贵宾 还有各位电视机的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叫迪布苏瑞·王明辉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真正的州 宇宙世界的全人教育 州主是台湾原住民当中的 其中一只人口树 是比较少的 它的位置是位在台湾的中部 以玉山阿里山 为它的生活的空间 我们原住民的祖民 其实如果你追溯的话 其实它的原意就是人 达悟是人 扫尔是人 塞德克是人 达亚是人 还有州主是人 所以我们用人 作为我们自己的祖民 是很有趣的 每一个主好像也都有 还有一个用词 就是真正的人 比如说大家也都知道 塞德克巴莱 那个巴莱就是真正的 塞德克就是真正的塞德克人 泰亚巴莱 真正的泰亚族人 周瓦尔 真正的州主 这就有趣了 大家都是人 为什么你特别要强调真正的州 难道有假的吗 那这个就彰显了 就是每一个原住民 他对作为一个人 他生活在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上 他一定有一个最高的要求的标准 那今天呢 我就是来探讨了 周主 他怎么样 对人的评价 他的最高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也就是说 他们最期待的 周主人是什么样子 那如果从现代的教育的观念 会用词 我们就说 他怎么样做自我实现 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 终极的目标 周主的宇宙世界的构造 其实他就架构在 玉山阿里山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个地方啊 他其实是台湾的中部最高的地势 他有几条大的溪流发源这里 比如说左水溪 高平溪 高平溪 上游 男子仙溪跟老农溪 都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河川 那流经 周主的 主要区域的是郑文溪 所以这个地方的环境就是 比较高 高手 而且呢 他的可以将近四千公尺 他的这个植物的生态赋予变化 所以有非常多的种类的这些动物 特别是野生动物 因此呢 周主在这样生活的环境里面呢 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狩猎的民族 当然狩猎是其中之一 还有其他的生活的方式 在这样的一个构造当中呢 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你出生的家 我们称为I-Manda 这个是你的位置 你的世界的立足点 也是你的基地 你的生活的基地 那另外呢 就是在这个部落当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物 就是会所 Guba 这个Guba呢 可以说是宇宙世界的中心 那在这个中心里面呢 我们人集合在这里 用一些 用仪式来连结 对神灵世界 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仪式 那再来 就是整个部落 整个部落 还有周边的这个部落群 就是 所谓的Hosa 这也是另外一个 这个空间 再来就是围绕在部落的 广大的领域 这个领域有高山 有河流 然后 在整个平面的这个土地上面呢 其实 神圣的空间 在天际 有 神灵 我们接着呢 就来谈 在这些不同的空间 我们需要认识非常多的 不同的 知识 我们也可以从空间 这样的一个空间 来去做分类 我们也可以说 这些不同的空间 就是你的 图书馆的空间 就是你的 学习知识的地方 那 首先呢 就是家屋 家屋不仅是家屋 它其实 还有小家庭的家屋 还有 大家族 或者是士族的家屋 大家族的家屋呢 会有一个寄屋 作为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 象征 那在这里呢 你要开始学习 家庭 家族 亲属 专备掌幼的 这个称谓 还有伦理关系 以及应对的方式 还有态度 那么 除了这个 刚刚举的这些 这个房屋呢 它周边还有一些 饲养家庭 家庭的空间 它 这些都是 有不同的功能 这些名称 都是你日常生活当中 必须要熟悉的 那 所以呢 这个家屋是你的 第一所的教室 第一所学习的学校 甚至是 终身的 最重要的一个 生活的空间 在祭屋的部分 祭屋空间 是我们举行家祭 小米收获祭 包含播种 除草 收藏 以及有关狩猎 或者是 跟 部罗会所的战绩 它其实是跟祭屋 是连接起来的 这些仪式 都是在 跟 我们 超自然的存在 这些 神旨 做一个对话互动 那另外呢 家的 所需要的 生产的 各种 不同的土地 你可能有 不同的耕地 在 不同的地方 它的地名是什么 它的环境是什么 它的生产的 作物是什么 以及 种植作物的方式 又是什么 这也都是一个 你必须在生活当中 需要熟悉的 这个知识 再来 我就要讲 部落的 会所 它是一个 周族世界的中心 它也是我们 传统住宿训练的 学校 那大概在 三五岁开始 这些男性 到结婚 这一段时间 就会集中 住在这里 集中训练 各种知识 它所需要 熟悉的 学习的 这些知识 包含 社群里面的 亲属关系 社会组织 包含 生活记忆 教育 还有服从的 训练 集体的领导 精神教育 领导 统一 教学 还有战斗 部落 防卫 教学 同财 游戏 同万 教学 竞技 规范 社会 伦理 道德 等 价值 的 教学 梦的 解析 巫师 的 疗益 还有最重要的是 他每天都要进行 体格的 训练 还有 搏辑 等等的 身体运动的 教育 那当然 他们要知道 性别的 分工 以性别的 竞技 等教育 他要信念 党事 战斗 国际 教学 品格 新兴的 陶冶 智力 互助的 教育 等等 当然了 在这里 除了这些 比较 是一个 动态的 我们也会 聆听 这些 长老 他们不断的 在叙述 周族 传统的 神话 生物 起源 还有 世界观 然后 听了 我们学会 去说 然后 迁移 战争 狩猎 故事 还有 山川 地理 地名的 教学 还有 割咬 当然 还有建筑 农耕 鱼捞 狩猎 日常生活 各种方式 工具的制作 还有应用 教学 狩猎的 对狩猎的 生态习性 动物解剖 动物分享 教学 自然植物 教学 所以 这个有些 是在野外 会去学习 有些 是在这里 做一个 教学 所以是室内的 教学 而且呢 对天后的 气候 还有一年当中的 生活作息 还有日常 生长 实作 再来就是 这个 灯会所礼 或是成年 相关的礼仪 还有这个 重要的 这个 Miasphe的仪式 等等这些 不断的见习 不断的参与 那我们再从 这个整个部落来讲 部落呢 你要熟悉 每个部落 每个家族 他的祭物的分布 他的 家里面的 有哪些人 他的人民啊 还有彼此 之间的伦理关系 整个部落 他 他其实有一个 出入口 他有 有些地方 是有仪式的空间 然后 部落周遭的 这个山林 河川 农地 生产活动 空间地米 还有周边的 亲属部落 他的分布的位置 还有如何到达 那里的这些路径 这些都是 你必须要在 这个熟悉的 这些空间 那另外在 最重要的 传统领域的 这个空间 呼把 首先是猎场 你必须要知道 周祖 他其实是 分配不同的猎场 给不同的士祖 然后家族来使用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猎场的 空间的位置 他的范围 他的地形 还有他的生态环境 他有各种野生动物的 生态栖息地 狩猎的方式 还有狩猎的器具 他如何制作 就是动物的身体的构造 然后解剖 还有如何料理 如何做分享 以及呢 比如说鹿皮 或山羊皮 或枪皮 我们如何去 揉皮 做皮式的一个 制作技术 大家从周祖的服装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皮衣 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那另外在猎场 在狩猎的时候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规范 禁忌 还有猎德 那狩猎本身 它其实就是一个 战斗技能的一个训练 因为猎场都分布在 疆域的最外 可能会遇到敌人 所以你狩猎 其实就是 反过来讲 它其实就是一种 防御猎场的一个 战斗的一个技能 在农耕地啊 也是一个非常多的 重要的一个知识 首先你对耕地 你必须要了解 你要如何来开垦 每个开垦的步骤 从这个砍伐 这个树种 到这个烧垦 到整地 到播种 小米 那整个这个过程呢 除了是实作 它也有仪式性的 然后你会种很多的 这种作物 它其实采取混种 或者是轮根的方式 这样的一套知识 你必须也要学习 那么这个 尤其是不同的作物的 这个混作 它其实会形成一种 生态的一个环境 那当然它跟你对于 季节的了解是非常重要 河川的溪流 流域 那你要知道 这个河川的水性啊 它的分布 还有它的这个地形的特性 以及它的地名 那河川里面的鱼类 还有生态 还有各种鱼类的名称 我们这里也有所谓的 真正的鱼 就是固鱼 固鱼是周主最重要的鱼 所以真正的人 也有真正的鱼 那家族也有分配所属的 这个河川 它是在哪一个地方 它有一个地名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分配 怎么样的使用 怎么样的管理 这些规范 都有传统的这种机制的 那当然呢 你在水中游泳 是需要安全的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如何游泳 或者如何设息 那在水中活动的 各种技巧技术 那各种鱼捞的 捕捞的方式 它的器具材料的名称 它的制作 还有使用的方式 还有鱼化物的 如何分配 处理料理 其使用的方式 这些都是 你必须要实际 亲力亲为 才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知识 那从各种不同的空间 我们不断地在学习 不同的知识 不同的这个做法 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慢慢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正面的 什么是负面的 比如说 自律 强健 无畏 慷慨 服从 勤奋 这是正面的 那比如说 乞讨 吝啬 懒惰 身材走样 爱哭 这个是负面的 再者 坚韧 聪明 知道很多 私利很清晰 这是非常正面的 那当事人 如果是凶恶 好色风流 很随便 不受教 偷切诚信 说谎 这个当然也是负面 真的在种种的一个 学习过程当中 你都会慢慢学习到 这些是非上恶 的这样的一个 道德或者是教育的 一个标准 最后 我要总结的 就是你要学习到 这么多的知识 它都不是在教室当中 阅读课本 或者是回答考件 就证明说 你会这些知识 这些都是在身体的历史 那很多的学习的 实作的过程中 你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所以第一个 你的身体要够条件 你的身体要非常的强健 我们过去听说 我们是用树皮 来板树腰 树腰到 这个二十八 甚至更细的这个腰 就是要让这个腰 能够集中这个力量 如果我说 一些故事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子 如果你到南枝仙西 狩猎 你背了一百多公斤的 这些猎物 你要走的路 不是平路 是一个像野生动物 路径的路 一下子非常陡近的下坡 又是陡近的上坡 又是有很多的峭壁 然后你走大概将近一天的时间 你没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没有一个坚强的腰力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非常强的 而且敏捷 而且不畏激 非常的快速 你有很大的平衡感 不会有举高症 这个都是训练 那么 所以 总之呢 你的身体能够 承担所有在家庭 寄屋 部落 会所 猎场 战场 核窗 耕地 采集山林 神圣 记忆空间 所需要的行走 运动的体格跟力量 也就是说 你要穷尽 周祖应有的智能 的 这种身体 可以承担 那你的心智 你必须 你的知识 你要都能够知道这些知识 这些知识呢 我们今天讲的 十一 住行 欲乐 我刚刚讲的是 浓于 猎彩 及记忆 各种知识 技能 智慧 跟实作的能力 这些都要非常的熟悉 这不是考的 而是 你的考试 不是用鄙视 你的考试是 你去狩猎 回来是空的 还是有 这个就是 活生生的一个考试 这个考试 如果你没有收获 没有收获 那你在社会的地位 你就 你就很自然 你就得到你的评价 当然了 你不论怎么样 你的品性修养 跟伦理道德 你必须要求是一个 独立自律 勤奋 勇敢 谦卑 严守伦理禁忌 还有规范 纪律 还有首分 敬爱 怜悯 助人 和情 还有急功近翠 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 这个都是 非常多的 可以形容的 那 你的灵性 你有洁净的灵魂 你有坚强的魂魄 还有你的心性 质朴 胆势过人 要具有勇气 这样的一个灵性 然后你可以听鸟声 可以解析梦 然后你可以跟超智杨 可以对话 可以跟动物 可以跟蛇 可以跟野生动物来去对话 那总之呢 我们真正的这个周祖 他不只是知道很多 他是身心灵 合一 而且是知道的 跟行动的 也是合一的 这样的一个政权的 一个全人的教育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各位 究竟还有多少个人会造船 这个我们在面临的 一种现代性的一种刺激 和现代性的转型 也许造抽不是那么困难 问题是买机动船 更容易去抓椅 彼此之间都产生了一些矛盾 这么丰富的知识 在新的统治 殖民统治的眼里 他是根本看不到 甚至是他不承认 你有这样的一个民族的地位 还有民族的知识